我們照正常程序處理 請警察局 但是我想我本人心 完全不會慌亂 就照正常程序 報案處理 高雄市長韓國瑜遭到網友留言 攻擊恐嚇到了市新大學演講 當時身邊隨戶三人同行 隔一天回到高雄 隨戶維安規格再升級 五名隨戶團團將市長包圍 保護市長任務做得滴水不漏 就是要把市長的安全層級 拉到最高 隨戶人力也一口氣增加到六個人 光是韓國瑜到議會報告 隨戶大陣仗五個人前後左右排開 層層保護 本來四名增加到六名 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今天開始 韓國瑜不管選前選後 遭到抹黑恐嚇不斷 但這一次連女兒韓冰 都成為攻擊對象 4月30號網路留言部分 就有三則恐嚇留言 手寫的恐嚇信也有一封 放話要韓國瑜小心點 恐嚇因為濃厚 讓警方不敢大意 我們警方立即 將這個信件給民封 那送交的監視單位 目前也在採證中 警方目前已經查到 留言放話的帳號IP位置 接在境外 手寫的恐嚇信也正在採集指紋 等更詳細證據 要把這些恐嚇人士 一一從幕後揪出來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